中关村在线消息 魅族16X日前 已经定于本月19号 在北京演艺中心正式发布 目前距离发布会还有三天的时间 关于这部新机的爆料已经不少了 所以大家更期待这新机的价格会是多少 今天上午 魅族官方透露 该机售价在2000元左右 魅族科技官方微博发布海报称 2015年10月21日 魅族发布魅兰NATO 将正面按压指纹识别拉到千元级 2018年9月19日 魅族发布16X 将屏幕下指纹手机拉到2000元级别 根据之前的爆料 魅族16X搭载的是骁龙710处理器 跑分方面更是高达18万分 不少是刮群众的猜想 应当在CPU上做出了特别的优化 而且据传闻 魅族16X采用与魅族16同样的ID设计 导致这款产品的成本算下来 并不会比16D多少 考虑到魅族16TH的售价为2698元 而魅族16X性能差一些 因为售价定在2000元出头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 工信部也流出了魅族16X的照片 在设计上与16系列保持了一致 采用了超窄边框 正面没有讨厌的刘海 屏占笔也同样是相当给力 还提供了磨砂黑、陶瓷白、磨砂金这三种配色 其他方面也拥有不数魅族16TH的体验 比如前后摄像头与魅族16TH一样 前至2000万像素摄像头 后至1200万索尼IMX3 80加2000万索尼IMX350双摄 依然有光学防抖功能 本文来自中关村在线 创业加系授权发布 略经编辑修改 版权归作者所有 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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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